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主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摆帮恩典的好广加 若有讲道的 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照神手赐的力量服侍 将神在法事上 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原来荣耀 全人都是他的 至到温温渊渊 阿们 一汉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着我 我在那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加到 若有人服侍我 我会必尽重大 我们地下头做个词 主啊 我们感谢 我们照美你 接受 我们把今天下午 这点时间叫在你的手中 接受带你 接受这点时间 把我们在这一批 当天里话语的时候 接受圣灵一门的同载 接受 我把我叫在你手中 在你让我 那个穷国口中师 送你的话语的时候 就圣灵求还我 感谢你 让话语去做的时候 就是弟兄弟们都在帮助 感谢你这样一点 祷告 奉据的事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啊 又再次让我在这里面 跟弟兄弟们交通 他的这一批话语 今天所交通的题目是 属灵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有许多的信主 当他们信主后 当他们信主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想到 他们要去追求属灵的长径 所以 他们就勤劳去读圣经 祷告 或者是参考那些属灵的属灵 这些 这些都没错 我觉得是特别好 因为 这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 我们要问他这样子的追求 他这样追求圣经的知识 他这样追求属灵的长征 他是为了什么 如果他是为了他个人的话 神的国度这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抗执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十九条里 耶稣说 我的实务 就是遵循参加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信徒的两个事 就是做神的工作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跟彼得前书 四章二里说到 恩赐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 我们都从主那里得到恩赐 有的是五千两 有的是两千两 有的是一千两 问题是 我们如何的 知道我们自己 从主那时候的恩赐有多大呢 所以 这什么叫经营 我们唯有经营 我们才知道 我们从主那里得到恩赐有多大 但是 我们又问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来经营 我们 在教会里面 我们唯有来到教会里面 将我们自己在服事里面 我们才知道 神 祂赐给我们的恩赐有多大 但是很遗憾 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 有许多的信徒 他们不肯把自己摆在教会里面 把他们摆在教会里面的事 不照 而且 这些人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王 具合上神经那里说 一粒麦子不可够在地里死 所以 此中是 而 有一些圣徒 他们的确是 很喜欢追求属命上的成绩 追求圣人的充满 和能力 以增加他们灵性上的增长 但是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谁要用自己的恩 还是要使得自己更光明 还是以为 这样就可以使人在他面前 倾倒出来 他只是 教会 对他的警配 这样的基督徒 是不明白 属命意义的 因为他的文的圣名 在更运道前书四二章内 告诉我们 恩赐是有分别 知识也有分别 功用也有分别 神今天叫我们放在教会里面 对于我们营造的那一份 比如 我们在俗世的职业来说 对于我们公教的方法 属灵的信徒也是一样 我们也必须知道 我们在基督身体上的地位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公教的方法 因为每一位肢体 他们都有他的功用 我们不可以辜负了他的功用 神所制造我们的恩赐都有不同 有的恩赐是对照某种肢体的 而有的乃是对照前提的 我们不要推述不过照顾 以致我们的灵 我们灵的生命没有发展的机会 在哥林多前书四十章第七简单里说到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教人的义求 我们要在圣灵引导之下去追求把圣灵充满的脚光 好这样 别人因为我们而得到义求 我们也会因此而得到更大的义求 我们必须要把神的密切 去供应到别人的生命里面 在出埃及界 那里神有多次的向摩西 拆遣的行到发廊的那里去 于一句话 出埃及界那里出现了很多次 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蒙神的整件 神的目的不违对 乃是为了使用祂 并且是来祈拜祂 我们今天 大家都是一群无关的旧人 神叫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 叫我们分别瑞胜出来 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 不为不畏别 乃是为了要乃是功 我们来看署名的能力 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过 在旧约的时候 神祂是借做先知 神祂是将所调好的圣高人 来搞好神所见血的气力和同胜 而使那些神祂所见血的气力 得到能力来示不满 圣高人是不可倒在外人的身上的 今天我们的神做事也是一样 神的声明是不降在人的露体上的 祂所降上的地方 只在神所新造的灵上 为了要使弟兄姐妹们更加的了解明白 我手接下去是要交通的 所以我必须引用我在第一章所交通的那一节神经 就是以西解书三十六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那里说到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二十七节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二十六节那里所说到心灵 就是只做复活的灵 或者是 穷圣的灵所说 二十七节所说的 那叫我的灵呢 就是神的灵 乃是主说圣灵所说 简单的来说 我们都要得着圣灵的灵柱 人就必须要穷圣 肉体如果还没有经过对付神的灵 属灵能力 是不可能降在人的里面的 属灵的能力 是不可能一次点 那还没有经过十字架 对付的人 为什么 因为十字架是在无寻见之前 所以唯有消化主耶稣 死的 才有接受属灵能力的可能 神的话是什么 身高流是不可 倒在人的肉体上 不论是 最乎伪的身体 或者是最文雅的肉体 神的圣灵 都是不能降在他上面 什么地方没有十字架的钉痕 什么地方 就没有高流的屠灵 主耶稣的死就是 对付在亚当里的人 主耶稣 祂是在死后 才降向圣灵来的 造人 我们信徒若是没有主耶稣死的经历 我们就不可能 被看见圣灵的能力 肉体在神的面前 是永远被定居的 神就是要他死 如果信徒不要肉体死 反而想要得到圣灵来装死他 想要得到圣灵的能力 来为神工作的话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死 因为这不是永远的死 而是活人的死 然而 的确有始终的信徒 他们并没有十字架的经历 但是 他们也有能力 为主教建议 并且 就与很大的灵态 圣灵的理由说 在圣灵之外 还有一种 与圣灵相似的 高与 虽然这个圣灵 和圣灵相似的高与 很相似 但是 无论有多少相似 认为 不是真正的神 同样的 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能力 这能力必定不是圣灵的能力 这样子的成功 是没有一点属平的价值 乃是但一位信徒 他真的定去他的肉体后 并且 是随着灵有的行 他才会真正的得到圣灵的能力 就被压走 圣灵的能力 还是降在一个已经满有圣灵的灵上面 所以 我们信徒 必须要向着救赵神 向着救赵神 就是要将我们的圣灵 一切属于肉体的东西 都自于死定 另一方位 是需要在生活上学习的 如何与灵同行 也就是说要 有一个很明类的 去听里面圣灵的声音 听圣灵的领导 我们才行事 当信徒得到能力之后 他必须保守他灵的自由 好让圣灵流出他的圣灵来 比如一位弟兄 他去领一个机会 这位弟兄的女 必须是自由的场合 他对他带着 负担来到机会当中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结果就会导致全一个机会 对你的负担 全一个机会就会满掉 带领的弟兄 他们必须用祷告 必须用诗歌 先调起第十者人的灵 然后再以神的话来释放 我们应该知道 属灵的机会 乃是灵与灵的教会 无论是讲的或是听的 都是同等于 圣灵的能力 也会因此从我们的灵里面 流不出来 有时候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他的态度 当你跟他讲的时候 如果发现他的心是封闭的 我们就宁可 不对他做属灵的工作 就不能把真理传染给他 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位新主没多久的姐妹 有一天的笑 那时候她在家里面游去 游离吧 她游了没多久 她里面有一个声音 一直催促她 必须放下她的工作 去传福音 有一个 已经十一九没见的朋友 而在不久之前 在商场的地方 一个朋友 所以这位姐妹 她心里想 那圣灵去除她 她心里想 等我已完期后 再去也不止吧 但是 这个声音 不放过 去除她必须放下工作 立刻的去探望 那位朋友 也感谢主 因为这位姐妹 她也很顺服的 那里面那个声音的去除 因此她放下一切 她拿起电话 打给一个弟兄 打电话给一个弟兄 和这个弟兄的姐妹 约好他们 一块到那个 福音配的家去 他们三个人 就开始把福音传给这个朋友 他们为了祷告 叫做神的大王 把福音的真理 来解说给他们 而这位朋友 也将她的 也将她的心门打开 听弟兄姐妹们的 听弟兄姐妹们的 手讲的 这里 所以 今天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 把我们的心门打开的话 神就会进来 所以 当这位朋友 她把她的心门打开的时候 她里面的一切障碍 就解除了 就在那一天 这位朋友 她现在是怎么办 她痛苦 她流泪 她冷静 她违感 不想 直到今天 她仍然过着教会的生活 丛林生的救世 传归 如果是借做灵的 必有果效 如果是贫族所做的 有时候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成功 也有人得救 也有人得受尽 但是 很多时候 这些信徒 都是成为了以色马脸 成为教会的满球 我们现在来看 属灵的开始 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 我们知道 《使徒行传》是一本生命的书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度是圣灵自己奋派一起工作 度是圣灵自己拆遣人出去走 神他并没有 真求能把 现身来做为他工作 神是拆遣他所要用的人 来为他工作 无论是讲道 无论是大牧师 或者是在文字上的事 或是在外面去陷到的 或是写师哥的等等 都市圣灵亲自把法律出去的 所以一切灵魂的开始 都是神的启示和复杂的 唯有得到 神的启示 来维生和白杀的功能 他们的事 必定是资金的 許多人的失敗就是憑著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思念和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憑著憑著憑著財情 一位年長的弟兄,他現在已經將近100歲了 他仍然每年對祝國慶牧羊神的教育 據我所知道的,他每年春節的時候,他必定到台灣去主持那個師父祈禮 他每年夏天的時候,他必定和弟兄們配搭,來主持師父祈禮 他在1949年的時候,神呼召他出來 復召他到東南亞地帶去傳福祉,建造神的教育 1952年的時候他回到,他被復召,從東南亞復召到美國 然後他就兵棄了美國,直到武器,他仍然在祝禮的職業 他雖然將近100歲,但是他的聲音浮亮 他的人光滿亮,說話貪圖,何些何情 藉著神的恩典和能力,他一生中幫助我洗頭神的教育 最近我在追求情看的時候,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就是那個Fanny Cosby,就是一個馬屋,眼睛馬屋的那個女士 就是剛才我所殺的那首師歌,牛夫的前進,就是他寫的 他從小就失去了勢力,但是他在衛生中 他寫的將近9千手的詩歌 他還是用詩歌和見證 把人給人得到光明和祝福 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神的恩典和能力扶持了他 我們在剛才所說的那個 神他是來檢險的所有他所要用的人 但是被檢險的人 被檢險的人的腳步,乃是在神的管制下 比如Philip他去傳福音品 愛居壓迫太監的時候 乃是藉著祝福的十件,來啟示他 神他也拆遷亚拿路亞,一個那麼小的英雄 去安守在保羅的身上 使保羅的眼睛能夠看見他 彼得他也一樣 他得到了聖靈的啟示 他到各地留家裡去,把福音傳給外貌 並且奉主耶穌基督的人給他們的事情 所以,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 神從來沒有支配工作的權品交給信 他只要信徒,聽他在臨中的引導 建立一個最好的原則 就是千萬不要照顧過於我們靈的力量 我們如果照顧過於我們靈的力量 我們就會支起我們自己的能力來幫助神 神祂只要祂自己來做功 祂不要用肉體來干涉 我們也應當知道 就是在侍奉神的事上 也是有線上反火的可能 並且是經常 反火是神所獵到的 是所看護的罪的 今天我們一切的侍奉上 如果只是按照我們的想 就可以 我們的智慧,我們的知識 或者是我們的喜好 我們的欲望和能力來為神工作的話 神看會不算什麼 因為這一切就是出於以為我們 一點屬靈的價值都沒有 唯有誰從靈而行呢 才算靈工 靈工的目的 面對的就是要人的靈得著生命 或者是死 已經有生命的幸福 在靈里得到照顧 如果我們工作的目的沒有注意到 人裡面的靈 我們的工作就一點屬靈的價值都沒有 我們一旦知道聚人所需要的是靈的求生 所以當我們把福音傳給福音朋友的時候 我們要把他們引到主耶穌的人前 並且把主的救恩將給他們 帶給他們到認罪為改 會上神 並且去告神使他們靈能夠復活過來 讓他們介紹一個新的生命 這樣他們能夠認識神 和神所拆來的也是基督 人與神的關係 是有其身 是有重生其手的 而且是在靈裡面的 所以做主耶穌生命運河的人 應當將活生命交易死定 而藉著引生命來做功 才會交易重生 我們來看幾個聖經 耶穌福音十四章第六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介紹我 沒有人能到福那裡去 撒迦利亞書四章第六節 不是依靠勢力 不是依靠財力 乃是依靠我的方的城市 以佛首書四章第六節 我為主所求的欠文 既然蒙招行事為人 就當以蒙招的根相撤 再來這首五章二十五節 我們若靠聖靈的身 就要靠聖靈行事 所以靈功的目的乃是 是叫我們窮生那裡的傳人命 藉著聖靈的援導 和照功 叫人的靈能夠活過來 結果我們來教授的是靈功的停止 屬靈的工作 在正常的情況上 應該是喘臉無息的 因為是處於聖靈的 但是靈功有時候會受人的反對 人的不忙 或者是撒旦的攻擊 這時候我們必須拿到神的面前 請問神 到底這個工作是繼續呢 還是要停止 如果這個工作還是要繼續的話 神他會在無論什麼艱難的完成之下 他都會以高流來大大的訪問 使命的工作 仍然是在聖靈的水流之中 但是有些時候 神的仆人會受了一些環境的驅逐 或者是其他種種的原因 他就在不知不見的時候 叫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變成了機械化 當有這種情形出現的時候 他就必須來請問神 神有時候會接著 王井來召開他自己的氣力 工作的開始雖然是屬靈的 不一定繼續下去 都是屬靈的 因為其他的工作 原來是從聖靈來的 但是後來 聖靈他不要建工作 而人如果不聽聖靈的引導 而繼續的工作的話 這樣 就會把這個屬靈的工作 變成屬靈鐵了 一個屬靈的信徒 他的工作必定不是機械化的 如果刀製成機械化的師父 他必定是使用他自己的頭腦 自己的天才 自己的恩賜 來組織這個事 我們這組的功能 我們必須要警醒查看 這個事故 是否仍然有高有的頭腦 如果某種工作 再沒有聖靈的頭在 這工作是應當停止的 有屬靈分辨的人 應該都會準備到這一點 如果神他已經說了 要停 而主的功能 仍然是機性的 這時候 他就會以他自己的智慧 以他自己的才幹 以他自己的能力 來扶持這個事故 當信徒看見 一有靈性上的阻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學習分別 到底這個阻擋 是從神來的呢 還是從仇敵來的 如果是從仇敵來的 我們就要藉著禱告 來拜會魔鬼一切的拦阻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到前進 神他就要叫我們的靈 送到鴨子 沒有支援 所以 神的佛樂們 必須學習如何的 十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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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我們立下都會做個禱告